陳列架上的口罩 已經貼了打折的標記 但還是乏人問津 二十號星期一 室內口罩正式解封 口罩銷售量直線下滑 剛剛查了一下 那最近確實大概這兩個禮拜以來 銷量是掉了一成多 百分之十三左右 偶爾碰上比較小心謹慎的民眾 還是會買幾盒放在身邊 藥師提醒用量下滑 庫存要怎麼樣保存 對藥局跟民眾來說都很重要 在一個比較低溫乾燥的環境下 那包含民眾家裡的口罩 也是要維持這樣的原則去做存放 終於迎來無照生活 但專家提醒之後防疫物資 包括mRNA疫苗 抗病毒藥物 還有開啟試劑 卻都有可能迎來一波明顯漲價 如果說沒有這麼緊急 沒有這麼的集中的大規模採購的話 那當然就是按照以往的商業模式 就恢復用這個原本的價格 還有說可能的利潤 去對各國做出售 新冠脫離緊急狀態 代表公費的防疫也要跟著結束 未來一兩年的重點 只會在保護免疫脆弱族群 那我們變成說用那個走窩 就是咳嗽的時候用走窩去遮擋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減少說有些飛沫 都殘留在自己手上的這樣一個機會 這個是未來大家在口罩 那個鬆綁的時候 可以另外訓練起來的一個習慣 改變個人衛生習慣 看情況來使用酒精或口罩 恐怕會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生活狀態 八大新聞和霹靂松元採訪不動 鎖定八大女生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